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您好 我是简直豪 在这个星期六 也就是4月22号 是世界地球日 各地都有相关的活动 希望可以唤起社会大众 关心我们的地球 而知名的环保艺术家杨金池 19号受到邀请 在洛杉矶市中心表演行动剧 很多小朋友都到场参加 台湾旅美环保艺术家杨金池 19号受邀参加洛杉矶市中心 举办的地球日活动 藉由演出互动式行为艺术 垃圾人 唤起大人小孩 忠视环境保护 当天将近150位的小朋友们 一起动手 用各种不要的废弃物做素材 装扮他全身 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人 在亲身体验 以及艺术创作的学习过程 孩子们以及家长们再度地认知 自己对保护地球的使命与责任 错过这场的观众朋友 4月22号这周六地球日当天 杨金池还将前往南加州 曼哈顿海滩室演出 洛杉矶台湾书院同时展出 他以旅罐 临时包装袋 电子零件等废弃物 所制成的光雕作品 与大型编织 免费入场 欢迎前往欣赏 响应地球日 收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